各位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舒适机界小教室,我是绝对理性的摩羯作诵医师。 今天要从肌肤监测的科学角度跟各位谈一谈,怎么做,才能帮助九糟肌肤的患者真正排除毛囊满虫带来的刺激伤害。 近年来,敏感基于九糟肌成为皮肤疾病的大宗,皮肤科秋季年会也做了九糟治疗共识的结案报告。 台湾美容医学医学会希望会员医师更加理解共识的内容,所以请我写一个相关说明。 对了,有些医师提议把九糟改称玫瑰斑,此处仅一俗定称呼,以便民众理解。 美容医学会本来把腰稿题目定为毛囊满在九糟玫瑰斑的角色及其治疗,因为皮肤科医学会中,私下也听过赞成与反对该共识的讨论声音, 因此建议编辑处改为毛囊满在九糟玫瑰斑的角色及其治疗,2023年版皮肤医学会九糟治疗共识之我见,这样更客观一些,也方便其他前辈医师自行判断。 这个版本算是简单版本,更完整的说明版本之前也制作了影片,只因个人影片制作能力不足,至今未能完稿,先行致歉与说明。 各位都知道,我在临床上运用皮肤净从事发炎性皮肤病的肌肤监测已经很多年,这么多年的临床观察,对于九糟与之漏敏感肌等皮肤状态有些心得。 直因医学会邀告,仅向各位前辈报告我的个人看法。 先简单说明治疗共识的相关内容。 第一,关于病因部分。 当前九糟的治病原因被认定是多因性的,如果更直白地说,就是原因不明。 现在已知的病因包括免疫调节失当,神经血管协调障碍,基因问题,就是俗说的体质,与其他次生刺激。 次生刺激包括了保养品刺激,过度清洁或过度美容治疗,皮表为生物与菌从影响等因素。 其次,除了真正的病因不明,九糟往往也存在疾病的共病现象。 例如患者常常有偏头痛等神经系统问题,伴随高血压与血脂异常等心血管问题,有发炎性大肠炎等肠胃问题,或是焦虑与沮丧等精神心智困扰。 九糟患者甚至也被怀疑与风湿性关节炎有些相关。 唯一的好消息是,目前没有观测到九糟患者有较高的离癌率。 换句话说,统计学上并没有观察到九糟患者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癌症。 第三,讨论到本次的主角毛囊满,严格上来说,他只是上述第一条多种病因中皮表为生物与菌从的一个分类。 通俗地说,就是只占了几分之几当中的又几分之几。 即便专注在皮表为生物与菌从这个领域,你也看到了,除了满虫,还有表皮葡萄球菌, 有牙包杆菌与五日热巴尔通体,甚至肺炎PE菌都有引发皮肤发炎的相关可能。 而且这些因素的相关对比统计结果并不一致。 甚至肠内菌从对脸部九糟的影响数据更接近真相一些。 肠、脑、皮肤轴的关系也很明显。 换句话说,毛囊满会造成九糟,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但是,目前确实观察到九糟患者满虫数量较多与沙满可以改善九糟症状这两个事实。 因此,更严谨的说法是,毛囊满引发九糟虽然不够科学, 九糟严重者毛囊满密度较高,反之亦然,却是公认的事实。 回到共识。 大家都同意就统计学而言,沙满没有办法治愈九糟, 降低满虫密度却可以改善九糟,是个事实。 因此2022年皮肤科医学会的共识建议医师们任何九糟患者先做满虫密度筛减, 如果满虫密度过高,建议先沙满。 这样的治疗共识,粗略逻辑没有问题, 但细致操作我就有不同看法。 我的不同意见是因为风险原因。 这里有一张表,是共识中的列表。 列表说明沙满会造成皮肤发炎的恶化风险。 各位看到的清晰图片是我重新打字,中文翻译。 右上角则是圆图的照片。 从列表中可以很清楚看到, 沙满导致的满虫尸体会引起皮肤发炎。 因此治疗共识建议各位沙满时必须搭配局部类固醇或抗炎药物使用, 才能降低满虫尸体带来的免疫刺激。 这样的观察跟我的门诊观察十分契合, 就是因为沙满会造成皮肤发炎的恶化, 才会让我认定共识中的粗略逻辑没有问题, 但细致操作我有不同意见是应该坚持的原则。 为什么我有不同意见? 就是因为肌肤监测十多年, 我们发现更好的临床操作方式。 首先,我们都同意 久遭或敏感及患者的皮肤处于长期低度发炎, 而低度发炎的皮肤往往矫质细胞代谢增快。 这部分没有问题,是所有医师的共识。 其次,我们知道毛囊满的食物是毛孔内堆积的皮质与矫质细胞。 也就是说,皮肤发炎之后,矫质代谢会增快, 毛囊满的食物增多当然也会帮助毛囊满增生更多。 换句话说,这使得我们怀疑究竟是皮肤发炎造成矫质代谢速度加快, 最终造成毛囊满增生。 还是原先以为的毛囊满太多才造成皮肤发炎。 依照逻辑推论,前者表示毛囊满增生是皮肤发炎的结果, 而不是皮肤发炎的病因。 毛囊满只是使得既有的皮肤发炎更为明显。 如果毛囊满增生不是病因, 沙满当然只能减少满虫对皮肤的刺生刺激, 减少皮肤发炎程度, 绝不可能完全安抚已经发炎的皮肤。 这也符合目前所有人观察得到的事实。 再说得更清楚一些, 毛囊满造成皮肤更加发炎的真实意思是, 虽然满虫虫体确实会增加皮肤的发炎刺激, 但是,既然满虫是皮肤发炎角质增生的激发结果而非原始病因, 杀除满虫只能除去部分刺激。 既然发炎的原始病因还在, 发炎当然就继续存在。 况且发炎会造成角质增生变快, 沙满只能做到一时一致, 继续发炎意味着角质继续增生, 当然意味着食物继续增加, 结果就是被杀除的满虫密度早晚会再度生长回来。 既然发炎是因满虫生长是果, 再加上沙满会造成虫失刺激, 虫失刺激导致更多发炎。 因此,如果无法厘清毛囊满增生与皮肤发炎的因果关系, 沙满就不会是绝对正确的治疗思路。 于是减少皮肤发炎成为久遭治疗的常态思考。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医师在治疗久遭的过程中, 使用各种方法, 以减少皮肤发炎的核心原因。 了解到这样的深度, 你才有资格思考第二阶段的问题, 皮肤发炎与毛孔堵塞, 究竟哪个是因? 哪个又是果? 是皮肤发炎导致了毛孔堵塞? 还是毛孔堵塞导致了皮肤发炎? 严谨思考之后, 你会发现皮肤发炎导致毛孔堵塞, 这样的说法不太符合逻辑。 反倒是经常认真控油抗痘, 导致某些成分渗入毛孔, 堵塞毛孔, 这些化学成分的浓度累积诱发了皮肤发炎,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论。 想象一下, 如果发炎的最可能病因竟然是毛孔堵塞, 毛孔堵塞导致毛孔满有机会吃到更多角质栓, 然后族群增生, 满虫密度增加, 增生的毛孔满又造成皮肤更多发炎, 不就是所有人临床上观察到的结果吗? 从这样的思路继续往下延伸, 通畅毛孔, 减少毛孔堵塞, 就可以减少毛囊满的食物, 降低毛囊满密度, 从而减少皮肤发炎, 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 对吧? 让毛孔通畅, 除了减少满虫密度, 恢复健康皮脂膜当然也恢复皮肤正常代谢, 减少了皮肤的发炎反应。 增加皮肤代谢, 减少满虫密度而且不增加满虫尸体, 这才是治愈久遭的唯一机会啊。 也就是说, 无论是从2022年皮肤科共事的角度来看, 还是我个人长久肌肤监测的观察结论, 降低满虫密度显然是必要而且有意义的做法。 唯一的差别只是, 你选择杀除满虫, 小心避免满湿造成皮肤刺激, 或是你选择排除毛孔堵塞, 降低满虫数量以减少皮肤发炎。 你要决定的, 就是选择杀除满虫, 或是选择减少满虫族群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做法。 经过详细分析之后, 答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对吧? 所以, 对于2022年久遭治疗共识, 我的看法是, 首先, 必须降低满虫密度, 就能降低久遭症状与严重程度。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既然所有人都同意降低满虫密度, 唯一不同的是, 你可以选择杀满的方式减少满虫密度, 同时承担满虫尸体造成的皮肤刺激风险。 因为必须扮用类固醇或抗炎药物, 因为药物的使用是避免不了的, 这也是为什么杀满这个行为, 会成为我跟某些皮肤科医师的担忧。 或者, 你也可以选择舒畅毛孔, 让毛孔的天然代谢能力重新恢复, 以降低毛孔内角质栓的存在, 在减少满虫食物的同时也减少了满虫密度。 你需要做的, 只不过是别再继续伤害你的皮肤, 让你的皮肤拥有重新恢复乳化皮脂膜的自然能力。 只要皮脂膜重建了, 你就可以看到毛孔与汗孔正常代谢。 这就是舒适机界的做法, 这就是临床肌肤监测多年以来每天看到的事实。 各位都看到这里了, 当然就知道正确的做法。 我的个人结论当然是, 久遭患者确实应该降低毛孔内的毛囊满的数量, 但是使用的手段是杀灭满虫获得很多满虫的尸体, 然后更多发炎, 还是选择乳化代谢排除满虫, 同样减少满虫密度。 究竟应该怎么选择? 简直是简单的不要不要了。 对了,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立刻订阅、 点赞、 分享这个影片, 让更多受苦者可以获得正确资讯。 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 你一定会身体健康发大财。 我就替他们先谢谢各位了。 这里是舒适机械小教室, 我是绝对理性的摩羯做送医师。 我们下次再见。 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 想知道更多简单的皮肤健美知识吗? 请扫描这个QR Code加入脸书社团、 敏感肌、 九糟与之漏青春痘的自愈学习群。 如果你习惯WeChat, 微信暖暖机借群, 是所有华语借友的首选。 借友多, 讨论快, 经验完整。 这个QR Code是管理员, 让他带你进群, 加入起立健康生计官方LINE账号, 掌握每一则活动消息, 以及第一手肌肤新知。 惊喜好礼, 日常联系, 最沙活动, 全部都在起立官方LINE账号,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哦! 热烈欢迎您加入我们哦!